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业板指数跌22点 中午收购1665点 至于港股方面 今天全日半日都是拉脚状态 恒指最新跌35点 17309点 国企指数跌24点 最新跌6082点 大肆成交529亿多 这次看几只股份 先看百威 今早公布了中期业绩 股东应佔入利5亿多美金 按年跌大约6% 不派息 单级第二季 股东应佔入利2.54亿元 按年减少大约8% 上半年收入缩纏大约7% 总销量算 按年跌大约6% 公司解释 总销量减少是因为中国行业表现放慢影响 但部分被南韩和印度的强劲表现所抵消 看看176元的情况 最新跌超过2% 最新跌至9.68元 上午暂时最低跌至8.81元 现在升幅已大位收责 然后看看新东方 第四季度的经调整利润急跌四成 股价认性急错 集团公布上季正营业收入 按年增长大约3.2% 受累经营成本和开支总额升3.8% 集团第四季股东应佔正利润减少大约7% 经调整的正利润跌大约4成 直到9.01元 今天暂时跌至1成2 最增长47.95元 暂时低位45.2元 跌幅挺深的 最后看看奢侈品 Prada公布了业绩好 暂时有两年升 集团中期盈利按年增长大约2成半 不派中期升 富翠昨天发表报告 提到Prada第二季增长好过行业表现 将评级由持有调升到买入 目标价由62元升到67元 至于摩托亦将Prada目标价由75元调高到78元 继续给予增持的评级 高盛亦将Prada目标价由65.4元升到66.5元 但维持中性的评级 Prada今天暂时升大部分4.3元 最新长58.5元 暂时高位做过60元 这次也和大家跟进到这里 还有其他食物我还记得 稍后再见 ved quoted weder 淘楼